草存镇虎山国小校长利用学期末的时间 邀请台湾导盲犬协会教导学子视障者的不便 要更重视眼睛的重要性 还有邀请十位书法大师现场辉豪 让过节的气氛提早充满整个校园 虎山国小在学期末 岁末年中的时候 我们举办了苟年吉祥书法辉豪的活动 我们邀请导盲犬协会专业人士 带着他们心爱的两只导盲犬 来向小朋友做宣导的活动 另外我们学校邀请了十位 简明山老师等十位书法大师 来跟小朋友做互动 书写孙联 邀请邻近的社区单位一同来同乐 透过这次的活动宣导导盲犬 与视障者的不便 让学子得知应更珍惜保护眼睛 进这个虎山国小的邀请 我们来到这边来跟小朋友分享 导盲犬的故事 成长的故事 还有视觉障碍的辛苦 然后希望同学能够发挥爱心 帮助视觉障碍者 也能够爱护导盲犬 让导盲犬能够进入我们南投县的生活 帮助更多南投县的视障者 千议员检视生肯定校长的用心 也能让学子更了解视障者的不便 虎山国小 业校长 金庸心 有邀请到 师傅学家 很多位来在县城 学校 让大家学生孩子来看 今天学校也有举办到这个导盲犬 让我们学生体验到我们视障的问题 眼睛看不到要怎样 虎山国小这处基盘这么多 让我感觉到确实学校很用心 教导这些学生要懂得保护眼睛 要懂得书法方面如何来学习 借由这次大师辉豪及导盲犬宣导的活动 可以学习到更多更广的文艺气息 也让学子更了解及尊重视障者的不便 记者 李永生 草存采访报导 还kah你给船路震搜和 pequ� 跟踪导到长湖前产 词词词词他 词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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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证 essay